在2018北美国际汽车展上,世界著名汽车制造商纷纷展示出各自的最新车款。 福特推出的新型Ranger,把眼光重新瞄准世界小型皮卡市场。 福特还展示了即将投入生产的高性能中型SUV Edge。 这款SUV今年夏天将在市场上销售。 你看,最新款Edge ST让最热门的元素更受欢迎。 这是我们有史以来推出的最高性能SUV。 与此同时,大众汽车也隆重推出重新设计的JETA。 新款的空间更加宽裕,力争改变2015年尾气排放造假丑闻带来的恶劣影响。 大众表示将把重心放在电动引擎和提高汽油发动机的效率上。 2015年,大众汽车在政府测试尾气排放时利用机密软件启动污染控制。 而在平时驾驶的时候则关闭污染控制设备。 我们在价格定位、促销手段和租赁价格等方面,一定做到实惠又竞争力。 这是我们的一个新手段。 梅塞德斯汽车集团也不甘示弱。 集团总裁蔡彻利亚好莱坞影星前加州州长阿诺·史瓦辛格, 联手推出奔驰积极SUV。 奔驰积极SUV的乡型外貌40年来几乎一成不变, 现在终于做了整形。 同时,2019年新款内部也更加宽敞舒适。 我开奔驰积极已经25年了,我喜欢这辆车,这是我最喜欢的SUV。 在车展的开幕式上,美国交通部部长赵小兰说, 汽车行业必须和技术行业结合, 消除公众对无人驾驶汽车的恐惧心理。 如果你把它叫做自动驾驶汽车, 那么人们的焦虑会降低一些,可是担心还是存在。 民意调查显示,将近80%的美国人不敢坐无人驾驶汽车。 赵小兰说,交通部希望通过排除障碍和修改政府条例来鼓励安全创新。